Hello 各位晚上好 这里是一星期一本书 赞忙也不要忘记充电 我是主播薇薇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 题目是 四十岁以后 你的长相会替你说话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分享 记得转发和点赞哦 很久以前 有一个手艺人 手艺娴熟 很多人上门买雕塑 但他又和其他人不一样 喜好雕塑妖魔鬼怪 有一天他照镜子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相貌 变得很丑 他仔细端详了很久 不是五官发生了改变 而是整个面相 凶恶 丑陋 古怪 后来他到一个寺庙里 找方丈求助 方丈说 我可以给你治疗 但你必须先帮我雕刻 一百尊观音像 于是手艺人就开始不断研究 观音的神情 德性和表情 有时甚至到了 忘我而带入的境界 半年之后 当他把富有善良 慈悲宽容形象的观音雕塑出来后 他就急忙去寺庙找方丈 对方丈说 请您务必帮我治病 方丈没有说话 从背后拿出镜子 笑了笑说 你的病啊已经好了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 自己的相貌 也已经变得正气端庄了 一位心理专家曾经说过 一个人如果长期不笑 肌肉萎缩 偶尔一笑 吓人一跳 一个人若是热情洋溢 总是面带微笑 到老了 脸上的纹路 也都是慈眉善目的 如果一个人长期不笑 面目表情僵化 越老 越显得可怕 越没有情和力 这就是所谓的相由心声 作家毕书敏 讲过这样一段故事 他去拜访一个 整形科的医生 这位医生在整形前 都会问来人一个问题 如果回答不正确 那就抱歉 这手术啊 是不会做的 毕书敏问 什么问题呢 医生说 请把你的心 想象成一座山谷 然后告诉我 那里是怎样的景象 有人说 山谷里绿树成荫 泉水潺潺 有人说 山谷里鸟鸣不绝 百受出没 也有人说 他的山谷里 阴风惨惨 宛若地狱 还有人说 他的山谷里 毒蛇盘居 柴狗成群 毕书敏觉得很是困惑 这个问题 似乎和整形 没有任何关系啊 医生徐徐道来 整形的效果 并不是一劳永逸 而是向游新生 人们为什么要整形呢 说到底 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容貌 美丽 可是再端庄的容貌 它一定会随着 人心的动荡 而此起彼伏 就像一件牛仔裤 穿在不同的人身上 半年之后 就会养成不同的纹路 人的容貌 是一块更细腻的布 天然的容貌 是这样 靠人工矫正过的容貌 更经不起磨损 愁苦会生出 相应的皱纹 而快乐 则会有 完全不同的纹路 如果你想要美好的容颜 那么你的心境 一定要是明媚的 时间会冲杀掉 整形的效果 也只有心底的明媚 才能滋养出 旷日持久的美丽 奥黛利赫本 是几代人心中的女神 美国作家和电视主持人 山姆·莱文森 为她写了一首名为 时间检验的 美丽秘诀的短诗 如果想拥有迷人的双唇 请常说善意的言语 如果想拥有可爱的双眸 请查看他人的长处 如果想拥有苗条的身材 请与饥饿的人 分享你的食物 如果想拥有美丽的绣发 请每日让孩子 用手指穿过你的发间 如果想拥有动人的身姿 请在走路时牢记 你永远不会 孤单独行 相对于事物 人更需要被修复 重建 重生 感化和救赎 永远不要抛弃任何人 请记住 如果你需要援手 你总是可以在你自己的地膀上找到 等你长大后 你会发现 你有两只手 一只用来帮助自己 另一只用来帮助别人 这可以算是贺本一生的写照 然而我们不禁想问 贺本真的美得不可方物吗 他自己都觉得 自己的脸颊太方 鼻子太尖锐 略抬头时显得鼻孔好大 所以呢 他常常稍微低头来拍照 他的脑门上方的头发 非常的薄 需要在发型设计上 特别加厚处理 他的眉毛太粗 相比于上身 他的腿 由于跳了多年的芭蕾 可一点也不算迁徙 还有他太瘦 贫胸等等 年轻时候的贺本 我们称之美 是因为他的独立和自强 这是一个从二战的残暴中 走出来的婷婷少女 而到了晚年 是因为他的善良和大爱 幼年时在二战的炮火中 忍饥挨饿的经历 贺本在晚年 毫不犹豫 并且怀着最大的热忱 投身于公益事业 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 亲善大使 他走遍了非洲等贫困地区 在弥留之际 他的儿子肖恩 问他是否还有话说 他的回答是 没有 我没有遗憾 我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儿童 在经受痛苦 大概正是因为这样 贺本才是一位 美了一生的女子 林肯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一个人到了四十岁 就必须要对自己的长相负责 我们的相贸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物理相贸 一种是精神相贸 四十岁以前 你的相贸大多由你的父母负责 他们的基因 决定你的物理相贸如何 他们的言行教导 决定你的精神相贸如何 古人说四十而不惑 也就是说四十岁以后 你的长相如何 取决于在你独立生活的这些年龄 是如何去修炼你的内在的 到了四十岁 你就必须具备 与你的年龄 身份 社会地位 相适应的言谈举止和精神面貌 日本文学家大宅壮一说 一个人的脸就是一张履历表 你内在的素质 内在的修养 决定了你外在的形象和风貌 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你前半生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 学到的知识 懂得的经历 无形中都在改变你后半生的长相 如果你的前半生是以一副凶神恶煞的姿态 去对待他人 对待人生 那后半生 生活回报你的一定也是凶神恶煞 如果你常常怀着欢喜和慈悲 那生活也定然是与你以宽容 亲爱的你 千万不要让自己四十岁以后的容颜 长得太丑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是薇薇 如果您喜欢我的声音 微信搜索 微微FM 微是微声速的微 就可以找到我了 如果您想认识更多的朋友 也可以来到我的粉丝群 我们一起聊天 一起沟通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咯 写了一首遥远的歌 送给遥远的你 你的笑声 我的笑声 编织在一起 这是我对旧时光 最温暖的回忆 哭着笑着 痛着疯着 跟过去别离 温暖的轻弦 在映成我们的故事 你腼腆的笑容是 这故事的开始 迎面而来的微风 像你说话的样子 没有任何预兆 这故事 戛然而止 人生总有些些遗憾 难就随它去 短暂的阳光 也一样温暖了心灵 总有些时光 值得怀念 却回不去 回不去的 留不下的 对你的回忆 回不去 回不去的 留不下的 对你的回忆 回不去的 留不下的 对你的回忆 回不去的 留不下的 珍藏在心底 对你的回忆 对你的回忆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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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